大家好 我是小屁 台服天堂M的槍手預約登錄終於推出啦 也就是說槍手大改版要來囉 那這部影片就是來介紹一下 目前所看到的這一個槍手大改版的頁面介紹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預約登錄 是從現在到9月18號的晚上11點59分 大改版應該就是9月21號囉 看一下約登錄的內容 一般經典伺服器跟重生伺服器都可以二選一喔 那首先來看一下一般經典伺服器第一個選擇 最高級22抽以及技能卡33抽 一顆福石 純白50罐 10個龍之聖水跟50個獅魔格的幸運方塊 那50個獅魔格的幸運方塊 這個就是每天基本上應該是22個小時可以開一次啦 那就看一下他的可以開到的內容 最好就是紙布這樣子 接下來一般經典伺服器的第二個選擇 他可以獲得一個 斯魔格的彈藥皮帶 斯魔格的彈藥皮帶就是槍手專用的皮帶 那他可以拿到遠距離傷害命中加1以及負重獎勵加700 接著就是斯魔格的武器箱稀有跟斯魔格的防具箱稀有 武器箱的話可以給你一個加9的藍5 那斯魔格的防具箱的部分則是可以加7的武關或神關全套 那一樣會有成長方塊跟幸運方塊 成長方塊的部分則是可以升等到79等都可以領 那成長方塊拿的東西就是如下 我就不全部講一次了 然後幸運方塊的部分一樣是給50個 然後是可以每天開的 他的內容物就是像這樣子 加3耳環選擇箱2個 加3戒指2個 加3印章2個 跟十罐龍之勝水 那以選擇來講的話蠻簡單的 你如果要重練的話就是選擇2 如果不重練的話就是選擇1這樣子 好那接著來看一下重生伺服器 選擇1的部分是神秘抽個11抽 然後技能卡33抽跟符石 純白萬人藥30罐 是聖水10罐 跟斯魔格的幸運方塊50個 那斯魔格的幸運方塊 一般經典伺服器的內容物不一樣 大家要看清楚齁 選擇2的部分一樣是 有這個斯魔格的帶尿皮帶 那斯魔格的帶尿皮帶就是跟剛剛一樣的東西 槍手專用的 然後斯魔格的武器箱西有 跟斯魔格的防具箱高級 西有就是加7欄5 那防具箱高級的部分就是加5 一般白色跟綠色裝備這樣子 接下來一樣有斯魔格成長方塊 跟斯魔格的幸運方塊 成長方塊的部分 他是只能練到74等 就領到74等 那剛剛一般經典是不是練到79等這樣子 好那內容物的話我也就不念過去囉 然後幸運方塊的部分 一樣是跟剛剛重生的伺服器是一樣的 最後就是一樣會有加3耳環兩個 加3戒指兩個 跟加3印章兩個 還有龍之聖水十冠這樣子 想要練新角色的話就選擇2 但這一次還有那個成長護照喔 所以你可以依照官網的任務來進行選擇 你現在沒有必要說馬上要進行選擇 接下來就是職業更新的部分 這次是有改槍手暗棋跟龍鬥 那也是可以轉職槍手暗棋跟龍鬥 那小屁我就將當初的轉職介紹 三個職業的轉職以及技能介紹 附在下方留言處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記得去看一下 然後是奧曼之塔優化 奧曼之塔全面改牆 然後地圖也有更動 新增了新的怪物跟新的掉落 那我也會將奧曼之塔 我當初實際去新的奧曼之塔的影片附在下方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喔 然後愛歐丁的城堡最後一個地圖也推出囉 接下來就是Gamma Coupon 現在這邊就只有2張 但是實際上是有4張的 另外2張的話就要等官方之後再公告 接著就是預告活動 然後成長護照又要來了 成長護照在上一次的雙金的逆襲是相當好 然後他總共是2個月的時間 讓你去衝等這樣子 所以你今天你如果是有能力的話 記得記得留一個角色的格子 或是你要三角的話記得趕快了 運運的種子這個就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跟養成燃燒計畫這看起來應該是又是練級的 也許是那個啊 也許是新伺服器的這個練等 因為韓服的部分槍手推出之後 是有推出全新伺服器那個覺醒研磨的伺服器 那有可能這個就是對應覺醒研磨 心練角色的話的等級獎勵也說不定 接下來是分級招募令 分級招募令有可能是就是 什麼老戰友之類的可能很久沒有登出的 然後給你回來送你東西之類的東西啦 又或者是別的活動也說不定 那即將到來的活動以外還有10月神秘活動啊 這個這個就完全拆不出來 也就只有各個一個角色然後在那邊PK 這個就要等之後10月我們才知道囉 那這樣看下來的話槍手大改版應該是在9月21號 好了那以上就是台服天堂M的 荒野之戰槍手大改版預約登錄改版頁面的介紹啦 那小屁也會將預約登錄的網址放在下方留言處 大家記得去預約登錄喔 記得啊不要再去跟什麼工作室買了 如果你還有任何新的消息問題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我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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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很期待 感谢观看